肩盘上一颗颗馅料饱满的韭菜盒子 适当的火和温度 让饼皮慢慢呈现金黄色 也逐渐飘散出面香味 营业时间顾客络绎不绝地上门 不想有选择障碍的 就是把店内的招牌商品 通通买回家品尝 我很常来买的是高丽菜 因为它的高丽菜韭菜盒子 我觉得它很纯天然 没有油 很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健康的概念 然后就是扎屎 还有它的烙饼非常的有嚼劲 我觉得很棒 是FB上有网友推荐的 然后我看到推荐之后 就觉得我也喜欢吃烙饼 所以就来这边试试看 然后点了两个原味 然后一个是包苍蝇头的 我苍蝇头就是豆干肉末 很多把苍蝇头炒成豆豉 应该是皮蛋跟韭菜花 因为豆豉炒的话 多少都是豆豉味咬走了 还有豆干小鱼干 很特色 还有那个木须滑蛋 木须用笋丝跟木耳炒蛋 所有的特色菜都在这里 外省老爹端出自己的家乡拿手菜 把它包进口袋烧饼内 而且为了造福如素者 也推出适合素食者的烙饼 香春饼及高丽菜盒子 还有葱油饼 韭菜盒子也都是店内的人气商品 而吸引民众一再上门光顾的原因 就是老爹的烫面功夫 我这边主要的来源都是烫面 全部烫面做的 不使用油 低油不沾 它面是软性的 有口袋烧饼 韭菜盒 葱油饼 通通是无油的 那个烫面也是我自己烫的 一般网路写的就是热水凉水这样烫 但是有个动作都漏掉了 所以为什么烫面打不好就在这里 这也可以说是我一个秘方 老爹说市面上的面饼 为了达到酥脆口感 得使用不少的食用油 但烫面糊油 柔软饼皮的特性 反倒可以让追求健康 不喜好油腻的韭客 细细品尝面饼原始香气 老爹每天坚持自己擀面 而且用料又不手软 将满满的馅料包进面团里 加上亲民的商品售价 因此靠着顾客口耳相传 口碑广告宣传 让商品经常是在打烊前就晚售 若您想品尝 可得早点上门购买 慢了可就买不到了 记得失心停留建容 前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